歡迎收看彭哥週報 今天彭哥我們要來告訴大家 本週的一些重點 還有我們下一週 操作股票的一些美港 我們的主題今天是加權指數 跟我們的被動元件的一個關係 最近你看到這一週 我們的行情一直在上漲 但是被動元件卻一下漲一下跌 而且繼續在維持的一個盤跌的軌跡 所以今天彭哥要告訴大家 加權指數跟被動元件的一些關係 跟美港 我們先來探討一下 本週的我們的台股的一些表現 這邊我們第一點就是告訴大家 加權指數 他是由於上週的一個 連續的一個下跌之後的一個 連續反彈一個動作 所以而且他今天 我們來講本週的週五 他的行情是有機會 可以轉成多頭趨勢的一個態勢 這個等一下我們用 圖卡來做一個呈現 再來就是強勢 我們講的強勢的族群 強勢的族群 因為我們的加權指數 就是就維持一直在反彈向上一個動作 所以強勢股的話 他落在我們目前的傳產股的 紡織纖維跟鋼鐵類 這個我們等一下也稍後會做一個說明 在弱勢族群 就是我們這幾天都在探討的一個話題 就是我們講台股的一個三寶 那台股三寶是哪三寶呢 我們來看一下 弱勢的一個被動元件 還有氣晶圓 還有MOSFI 這目前是彭哥關注的一個空方標的 這個就是告訴大家一個狀況 我們剛剛說我們要來看一下 加權指數的一個表現的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加權指數 目前就是我們講的 這邊有一個關卡架叫10880 10880是彭哥的戰鬥K線的能量線 跟勤勢線的一個交叉的一個位置 這個位置只要在本週五 我們可以站上的話 他在下週加權指數容易繼續再往上創高 但是這個區間如果沒有穿越的話 他還是在我們的空投趨勢裡面 所以你要注意 如果加權指數沒有繼續漲的話 我們剛剛說的一些傳產股 一定要注意 他可能會在出現高檔之後 他會做一個回落的一個動作 所以這邊彭哥好好一定要好好提醒 我們的投資人要做一個關注的焦點 好我們再看一下強制族群的一個說明 強制族群我們剛剛說到 紡織族群跟鋼鐵類型 就是我們最近看到的不管是我們講的紅河 還有一些我們講的紡織股 都有做一個行情連續一個上漲的表現 但是他們通通都是傳產股 我們告訴大家這叫傳統產業股 傳統產業股 他的股性的一個走勢 他跟我們近期在操作的電子科技股 是不一樣的 我們告訴大家 他的股性是不同的 而且我們操作的一個 我們的傳產股 他有一個特性 就是當他成交量 出現異常的爆大量的時候 就很容易行情結束 甚至反轉行情他會出現 好我們來看一下 周四的一支股票 一支傳產很鮮明的一個 反轉的一個案例 這支叫紅河 就是近期很多人都在關注的 在之前他的量能都沒有表現出來 所以他股價也是蠻溫吞的 慢慢的往上走 經過了一段時間之後8月的時候 他開始進入一個 高檔區間的一個整理 那好不容易在本週三有機會會上工 甚至在週四的時候 早盤一路的往上面漲 漲到感覺上他要衝漲頂板 但是發生一個狀況 瞬間莫名其妙量能就出來 我相信這也是我們講的 頭顧老師密集的一個賣出的一個行為 導致的一個我們講的出現一個上癮黑鑑線 我們的量能出現了一個 爆了超級大量 他的成交量是之前的5倍到10倍以上 所以像這樣子股票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傳統產業股常常因為一日的一個反轉 而造成行情結束 或是準備要反轉向下的一個關鍵 這邊就一定要提醒 如果要做一個強勢類型的族群股的話 投資人一定要在這邊要好好小心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告訴大家 強勢的看完之後 我們的弱勢族群 弱勢族群就是剛剛我們講的 被動元件 矽晶元 還有我們的MOSFI 這邊要告訴大家 他的股價較好 但是不叫做 就是我們講的大家都期望他好 但是股價表現都很不好 但是我們可以認真關注他的一個焦點 全部的業績題材 統統都有1到5年 我們講的業績成長的一個龍井 就大家都對他評估非常的好 而且在今年的5月6月的時候 他們的股價統統一飛衝天 當他一直連續漲幅的時候 大家都已經忘記了 其實他已經嚴重超出 應該合理的一個本益比的關係 所以在今年7、8月的時候 做一個股價的強勢的修正 業績持續的量力的開出 但是在之前 我們的股價都已經表現出 他的一個業績題材的優勢了 所以最近的股價會失靈 不是沒有雲 就在這邊 就告訴大家題材會失效 所以我們看到這邊我們一樣提供了一檔 我們講的光潔 他也是被動元件的電感 一個族群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光潔在我們講的5、6月 他一樣持續一直往上滋肉 然後後面7月8月的時候 開始做一個滑漏的動作 在戰鬥K線的股價結構當中 我們也在7月的時候 7月中就已經明明白白告訴投資人 一定要趕快避開 所以你看7月 7月中就一路下跌 到現在都已經超過3成的跌幅 而且最近還有機會繼續往下探底 所以這邊我們一定要提醒投資的朋友們 弱勢族群我們盡量避開 強勢族群去操作沒有關係 我們講的目前我們主要重點就是 財富列車已經開始發動了 我們要賺錢就要趁現在 再來就是BG38檔跟GG11檔 這些通通都已經在我們規劃當中 他的表現也非常亮麗 前面的BG38檔已經有一個大獲利 2到3成的一個獲利 GG11檔正在成長中值得期待 所以我們告訴大家我們目前南下列車 現在正在獲利做好做滿又做穩 這就是彭哥今天要告訴大家的 而且下週這些行情持續的會繼續發酵 彭哥將會為大家持續追蹤 一定要好好關注彭哥的 我們講的即時訊息 還有我們的彭哥週報 我們彭哥週報下週見 拜拜